我们来分享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借着诗歌 借着送读你的经文 借着奉献 把我们带到对你深圣的敬拜当中 下面主爱求你高谋孩子的口 主爱求你让我能够分解你的道 让我们在你的道当中 主爱也来深圣的来敬拜你 也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以欢喜的心来领受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迎接信仰的试验 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试验当中 上司会试验下属的能力 太太会试验丈夫的爱情和忠诚 父母也会试验小孩的忍耐 朋友也会彼此试验之间 他们之间的忠诚 那人不可能避免试验 实际上也不需要避免去逃避试验 因为如果没有上司的试验 那你的上司怎么知道你的能力 怎么知道你的功力 这样就少了成长和升职的机会 那太太如果不试验丈夫的爱情和忠诚 婚姻就不会稳固和甜蜜 因为太太不能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 那父母如果不试验小孩的话 那么小孩就没有进步 本来应该纠正的那些错误 也会变成一些坏习惯 而且父母也就不能看到 小孩不断在智力 在他的身体 在他的灵命方面 所不断成长 带出来的惊讶和喜乐 那我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那另外一个是今年十一月出生 那我们也常常试验小孩 那小孩天然地会有寻求 那种立刻满足的倾向 对不对 当他拿到一个棒棒糖 或者糖果或者巧克力的时候 他的立刻的反应就是说 他立刻要吃 如果你不给他的话 他说给我 Now 但我们刻意地会给他说 你要不要五分钟之后再吃 你要不要十分钟之后再吃 好不好 现在我们能达到一定程度 说当他拿到一个棒棒糖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说 你明天再吃 他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样带出的好处是什么 一方面孩子少了许多的吵闹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生命当中的成长 他有更多的忍耐 有更多的致志力 那在朋友方面 如果朋友不经受试验的时候 你真的有事的时候 你仿佛感觉你朋友好像很多 但是你真的一旦有事的时候 却发现 可能发现一个 你不知道找谁 你可能发现 你不知道真正的朋友是谁 你不知道 谁能够真正能够帮你的忙 那在信仰的生活当中 上帝的试验也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那上帝的试验也是一件更有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何面对信仰当中的试验 最好的知识不是去逃避 而是主动地迎上去 那刚刚主席朗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 我们为什么要去主动地去迎接上帝的试验 第一是他因为上帝有他的美意 因为上帝在试验当中有他的预备 上帝在他的试验当中 当我们经受试验之后会有他的祝福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在试验当中有上帝的美意 当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六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第一节他说这些事以后 那这些事指的是哪些事 那这些事就表明了 亚伯拉罕受试验的一个背景 那当我们翻到前一章 就是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出现了 发生了四件事 那四件事呢 第一件从最近的往前推 第一件是亚伯拉罕在别世巴 求告上帝的名 之前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一个实力比他 比亚伯拉罕强的人 跟亚伯拉罕立约 而且叫他不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 来欺负他的后代 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里看到 这个应许之地要赐给他的一个确据 立约的地方就被命名为别世巴 第三件事情是 撒拉和亚伯拉罕把以什玛丽 和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打发走 那在上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 在一百岁的时候 生了以撒 正如上帝所应许的 那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迹象 都会让亚伯拉罕看到一个迹象 就是说上帝给他的应许 好像慢慢地要实现了 好像看到他的后裔 有许多的后裔要兴起来 好像看到一个国度要崛起 一个大国的一个崛起 而且就在他求告神明的时候 上帝就来试验亚伯拉罕 呼叫他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你要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所以上帝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人 上帝要通过他的试验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 试验是什么意思 那在试验原文的意思是 测验 试验 或者是分析 鉴定 证明 也就是说要借着鉴查 来判定价值 就像我们试验金属 那来判断 它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再来定它的价格 到底要卖什么样的价格 那试验这个词 在旧约当中 总共出现了三十几次 在这里 试验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出现 也是创世纪当中唯一出现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其他的书卷是怎么来讲试验的 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说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在这里也是神主动的试验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 他的目标 他的目的是让人去敬畏他 不知犯罪 诗篇二十六章第二节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他说 耶和华求你查看我 试验我 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所以试验是直接指向我们的内心 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 也会发现 实际上在新约当中 也有相同的概念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保罗讲到 在末后的日子 上帝要用火来试验我们建造的工程 那我们的工程是怎么样 是金银宝石 是草木和解 那个时候就会被这个试验 全部显明出来 也就是说 试验是要来显明出一些 我们内在的本质 所以什么是试验 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试验是上帝对他指明检验的一个工具 他的目的是为了显明我们的心 那怎么样显明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是否愿意遵守他的命令 走他所指定的道路 是否愿意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他 而试验所带出来的功效 就是我们的信心会经历一个飞跃 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解说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复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那我们为什么要迎接信仰的试验 因为在试验之后 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飞跃 我们的生命价值 在主的眼中就提升了 我们被上帝看重 显为宝贵 那在这里刚刚念的这节经文 上帝给亚伯拉罕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试验呢 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 实际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命令 是非常清晰的 他说要把亚伯拉罕的儿子 独生的儿子 以撒还是你所爱的以撒 不是以施玛利 也不是你其他的儿子 献作凡计 所以就是那个人 就是你所爱的以撒 你要把他献为凡计 然后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方式呢 在一个特定的地点 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 上帝要他把一个特定的人 就是以撒 按照特定的方式 以特定的方式来献上 就是凡计 那大家知道什么是凡计吗 圣经当中 讲到有哪五大计 大家能想起来吗 圣经当中有哪五大计 然后这里讲到是凡计 有凡计是吧 数计 平安计 罪迁计 赎罪计 那什么是凡计呢 凡计就是要把计物 计物是雄性的 注意是雄性的牛犊 绵养或者山羊 把它放在祭坛上 用火烧尽 烧尽的意思是 烧得什么都不剩 所以这就让凡计 区分于其他的四种计 不像其他的四种计 还有留下来的部分 可以给祭司 或者是献祭的人 凡计就是要把一个祭物 全部焚烧献给上帝 那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要把全人献给上帝 毫无保留 从而表明人对上帝的 完全的奉献 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出 在看旧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祭司要在祭坛上的火 是要常常烧的 常常烧的 从晚上直到天亮 而且凡罪的祭生 是要全部烧尽 那凡计是必须每天 一早一晚都要献上 甚至包括安息日 所以凡计在新约当中的预表 就是耶稣基督要定在十字架上 一次全然地献上自己 实际上当我们 把这段经文往后看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 影子在里面 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 或者是挑战 是一个全然奉献 毫无保留的试验 那如果是你上帝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在那个时候 上帝临到你说了 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个他命令当中 要你所献的凡计的祭物 就是你那所爱的以撒 是你老来得到的这个儿子 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听到上帝的命令 你觉得难不难 你脑海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呀 这个命令是在晚上的时候 上帝给他的 那在他清早起来中间的一段时间 你觉得他会想什么样的问题呀 那你会不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 说凡计嘛 用牛羊等等就行了 那为什么要用人呢 我怎么能跟随当地人的风俗 实际上在当地那时候 有献人计的这样的一些习俗 我怎么能跟随当地人的习俗 风俗去杀人 去献人计呢 这样的一位上帝 他说不可杀人的这样的一个上帝 为什么要让我去做一些 不合常理 不合伦理的事情呢 或者说献我自己就好了 为什么要用我的孩子以撒呢 我所爱的以撒 上帝啊你怎么跟我过不去 好像是故意要找我查识吗 那如果我真的献了以撒的话 那么你的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 前面你有四次要给我祝福 说我的子孙后裔要给我大福 我的子孙后代要繁衍 多如海撒天上的心 那如果我把它献了 你的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 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 当他领受到上帝的这个命令的时候 到他早上之间 我想他一定是夜不能寐 在慢慢的长野当中 他在理性当中 他不断地在征战 不断地跟上帝在摔跤 但最终他想通了 他真正相信了上帝在其中的美意 什么样的美意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如何来认识上帝的美意 我给大家来读 这节经文是这么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来 所以在亚伯拉罕 可能有种种的疑问 挣扎 难受 害怕 但接下来 亚伯拉罕还是回应了上帝 因为他知道 他在种种的思考当中 当他去回应上帝 一路对他的带领之后 他认识到这是一个试验 他知道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试验 要他经历到上帝他自己 所以亚伯拉罕他顺服了 而且顺服得非常的到位 英国的一位牧师和布道家斯布珍 他总结了三点 亚伯拉罕的顺服 他说是一个迅速的顺服 他没有单言 当上帝的命令临到他的时候 他虽然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但是他清早就起来 他没有单言 立刻就起来 那第二点 他的顺服是非常精确的顺服 他说真正的顺服 是非常注重细节的 所以亚伯拉罕小心翼翼地预备好了 所有凡计所需的物品 神命令 要达成神命令的所有的物品 他都预备好了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火 还有一个是刀 还有财 当然还有上帝所命令的 需要带上的祭物 就是以撒 特别是那把刀 当亚伯拉罕一看到那把刀的时候 那把刀会多么地扎到他的心 但是他还是带上了 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把刀故意忘记在那里 但真正的信心会把刀带上 那第三点 他的顺服是专心自治的顺服 为什么呢 因为亚伯拉罕能够忍受这种悬念 用三天的时间 用路上三天的时间 来反复地思想整个的事情 但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当我们认识上帝在试验背后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迎接上帝的试验 以信心和圣服来回应上帝的考验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 超越自我的理性 自我的打算 自我的限制 能够迅速地 准确地 专心自治地来顺服 以这样的心态来迎接上帝的试验 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 到底谁是你生命当中的以撒 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爱的人 最爱的事 或者是最爱的物 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难割舍的 是你连死都不愿意放弃的 而且是要单单留下给自己的 可能是你的配偶 可能是你的孩子像亚伯拉罕一样 可能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事业 也有可能是你的特别的爱好 或者是你的身材 可能是你的理想 是你个人的梦想 你的美国梦 或者你的中国梦 当然也有可能是财务 有的时候甚至教会里面的侍奉 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以撒 实际上无论是配偶孩子 工作事业 理想这些都是好的 但都有可能有意无意地 成为代替上帝高于上帝的偶像 当这些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 他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以撒 就在这个时候 上帝的事业就会临到你 那你要如何回应呢 你是否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 认识神在试验当中的心意 信靠圣服来迎接神的试验吗 来改变你的生命吗 来迎接你信心的这样的一个飞跃吗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四节 所以我们要迎接试探 不但是因为在试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 而且在经历试验的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预备 这段经文包含了一个对话 还有一个看起来 让我们惊心动魄的场景 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 那亚伯拉罕与以撒同行 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父子俩就开始展开了一段的对话 这是父子俩在这三天当中 唯一记载的一段对话 那以撒问了亚伯拉罕一个问题 就是献祭的羔羊到底是在哪里 很明显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 他就是那个祭物 在路上的时候 包括在现在都没有告诉他 那在这里他有没有正面的回答 正如神所指示他的 告诉以撒 凡祭的祭物就是你啊 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 他在信心当中回答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 做凡祭的羊羔 看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结果了 后面有羊来代替了以撒 那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亚伯拉罕 好像是个先知一样 是吗 这是不是一句充满先知性的宣告 因为后面实际发生的场景 正如他所说的 上帝的的确确 亲自预备了凡祭的羊羔 所以他在信心当中 看见了上帝的作为 对话之后 两个人就仍然同行 一直到了神所指示的 他们的那座山上 接下来呢 亚伯拉罕和以撒 到了献祭的地方 亚伯拉罕就把以撒 就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祝坛 其实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 按照《创世纪》记载的 《创世纪》记载的 如果你跟着林修勒的话 你会知道他总共建过四座坛 这是他最后一座坛 所以第一个动作是祝坛 第二个动作是把柴摆好 第三个动作是捆绑以撒 最后是把以撒放到坛上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 奇怪的一个事情 捆绑以撒 这里讲了四个字 好像看起来非常简单 捆绑以撒 但实际上以撒在当时的时候 他是 他讲到他是个童子 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当中 讲到童子的时候 他至少是 差不多是十四十五岁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想要反抗 知道他要被杀献祭的时候 那他可以反抗 他有能力来反抗 但是以撒在这里没有说一句话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以撒的一生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种顺服 所以在这里 他并没有讲到以撒怎么样反抗 也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逃跑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 去YouTube上面看 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故事的 这样一个电影 其中有一个情节 就是讲到 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捆绑以撒的呢 以撒是在亚伯拉罕面前跪下 然后把手伸出来 让亚伯拉罕把他的手来绑上 那最后呢 绑上之后呢 以撒就放到了这样的一个柴上面 到这里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只差杀祭物了 然后点火 照着上帝所命令的 献凡祭的样式 把它全部烧尽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镜头 从三天路上的那个漫长的三天 然后慢慢的时间慢慢的狭窄 到路上的对话 到献祭的预备 现在就到了一个非常窄的 越来越窄的一个时间点 这个场景好像忽然定格了 所有的焦点都在 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所以亚伯拉罕要把刀高高举起 那正要下手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了亚伯拉罕 从亚伯拉罕 从天上两次呼叫亚伯拉罕 那我们想他的声音一定是非常的大 而且是非常的迫切 让他不要伤害以上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 会让我们想起在古装片当中的 常有的情节 是吗 刑场上正要下刀的时候 正举到最高的时候 忽然传了一阵马蹄声 紧接着有人大喊说 刀下留情 那同样是在万分紧急 千军一发之际 使者说刀下留情 亚伯拉罕及时停住 抬头一看 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这时候使者就对他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 不给我 所以从死者所说的话 我们再次看到 实际上上帝试验的目的 并不是要让亚伯拉罕去杀人 去献人计 而是为了显明他的内心 显明他的内心 到底是不是愿意 完全交出 毫无保留 甚至是他的独生的爱子 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业 显明了亚伯拉罕的内心 那接着就发生了一件 意外的小概率的事件 这时候亚伯拉罕抬头一看 意外的是刚好有一只公羊 两脚被卡在稠密的小树中 于是亚伯拉罕就把那只公羊杀了 放在台上当作梵祭 用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地点 还是一头梵祭所要求的公羊 刚刚讲到梵祭是需要公羊 而且偏偏卡在了小树丛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的事件 那如果不是上帝的预备 那是什么呢 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地方 起名叫耶和华以乐 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 所以从这一段戏剧化的故事当中 我们忽然发现 原来耶和华饰演亚伯拉罕 其实要的真正耶和华要的 不是他的儿子 真正的祭物不是人祭 上帝不接受人祭 也不允许人祭 在后面的律法当中 也是上帝所禁止的 他也不会悦纳人祭 他真正要的事 不是以撒本身 而是亚伯拉罕他自己 当亚伯拉罕愿意放弃自己的最爱 献上把自己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 耶和华却收回了献以撒的命令 因为亚伯拉罕这个时候 已经将上帝放在了第一位 他已经重整了他生命当中的次序 他已经除去了生命当中的偶像 我们的天父上帝试验我们 不是要与我们为难 或者是存着恶心 要把我们怎么样 他不是要我们心爱的配偶 儿女 工作事业 等等的东西 或者我们的理想 他真正要的是 借着这些东西的放弃 来显明我们对他的那个心 天父上帝真正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 而不是我们的寄物 那或许你会问说 上帝真正要的不是以撒这个人 但为什么还要命令亚伯拉罕 献上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难道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吗 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 其实如果我们更深一层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事件 上帝不仅仅是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简单 或者是让我们学习 所谓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是多么的伟大 更重要的是 上帝在这个事件当中 有一个更大的启示 就是天父要赐下他的独生子 为要代替我们的罪 所以那一支在特定时间 特定地点 按照特定的方式出现的公羊 代替我们的公羊 他到底是谁 他意味着什么 在旧约当中 献独生子的记录 只有这么一件 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而且之后 律法也禁止这样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一次性的 独立的特殊的事件 所以现在有独生子了 你现在不需要害怕 上帝会再命令 要把你的独生子献上 那这个事件的生意是什么 它就是那只山羊 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为要代替我们 当我们来对照 亚伯拉罕县以撒 和天父赐下 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中间会有 惊人的相似性 当你从去看新约 然后把这个事件 来对照的时候 你就发现 两者是多么的相似 两件事情同样 都是上帝所发动的 献祭的人都是父亲 一位是以撒的父亲 一位是耶稣的父亲 也就是我们的天父 那被献祭的对象 都是独生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 基督是天父的独生子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 共同的心肠 就是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爱子 基督是父的爱子 是父所喜悦的 献祭的方式也是一样 都是用凡祭 那结果呢 是公羊代替了以撒 那耶稣基督呢 是以他自己来代替了我们 也在这里讲到 以撒好像似乎是从死里复活的 但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 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角度 他的顺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以撒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对比 那以撒是接受了父的意愿 顺服自死 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 拣选父的意思 顺从自死 以撒背着凡祭的财 走到摩利亚的 摩利亚的一座山上的山顶 而我们的耶稣基督 背着他的十字架 走向各个他 那以撒在祭坛上被杀 在第三日从死中 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归凡给亚伯拉罕 那同样耶稣基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第三天复活了 那从约的角度来说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代表了约的坚定 代表了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就是旧约 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的最预示着一个新的纪元 全新的纪元的开始 就是新约 那当然中间也有不同的地方 亚伯拉罕以撒的时候天父制止了 活了下来 但上帝自己却把自己活生生的独生儿子 亲自送上了十字架 一个举刀的时候被制止了 另外一个我们的天父上帝 却是把他的独生子亲自送上了十字架 一个是象征性的 一个是真实的 一个是影子另外一个却变成了实体 所以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 献在祭坛上更深一层是预表着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 就是父神自己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作祭物 献在十字架上为要代替我们 所以当事业来临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挚爱 为什么能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上帝 不但是能够 而且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所有献给上帝 那背后的动力不仅仅是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信心的伟人 信心的榜样在我们前面 更是因为天父爱我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完全代替了我们 这是耶和华在山上的预备 所以这成为我们背后真正的原动力 让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地爱他 而且毫无保留 所以每次当我们去迎接上帝的试验的时候 交出我们的挚爱 交出我们的所有 毫无保留的时候 我们就必经历耶和华 在山上为我们所预备的 在中国教会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发动过这样的一个运动 叫做完全交出的运动 这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一位老师讲的 现在毕业已经七八年 现在还记忆犹新啊 他讲到这个运动 是发生在中国的1940年代 地点是在福州的一个教会 所以他们有一个看见 他们说 信徒属灵生命能不能成长 属灵的道路能不能走得好啊 跟我们是不是完全向神交出 我们自己所有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指标 他们说 如果你能把你的财产完全交出来 放在教会面前 也就是交到当地的教会当中 那么你的心自然就会跟到教会来 你的心就会放在上帝的上面 你就能一心一意地 关心耶稣基督的事 为什么 因为圣经当中不是有一句话吗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那具体怎么做呢 那他们传递了一些的信息之后呢 就让大家写一个单子 给大家发一个单子 发一页纸 然后呢 请大家把愿意交出来的物件 人 还有自己所有的事物 全部写在单子上 然后教会的长老就把它收起来 那教会呢 就把你交出的一切 全部收下来 那包括你自己的权人 房屋 田地 店铺 银行 存款 现金 钻石 经营 日用品 家具 所有东西 全都写上 如果现在的话 可能还要写上股票 是吗 退休账户 还有基金等等 全都写上去 你要不要写 你觉得难吗 当教会要你这样写的时候 你愿意吗 我觉得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但是他们教会 全体信徒 无论是穷的或者是富的 都全部交出来 写了单子 交给教会 那当然了 教会最后也没有真的拿走他们的财产 这个不需要担心 真实的情况是 他们填了单子之后 教会的长老就把这些单子全都存起来 然后一张一张地来处理这些单子 那每一张都有 都会写这个批条 那批条怎么写呢 那当时他们教会当中有两个非常富裕的 他们把自己的 把他自己 自己家里的人 和产业全部交出来 写了单子交给教会 那长老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批条 他说某某弟兄 你单子上所交出来的一切 教会为主全部都收了 从今以后 你自己和家属个人 以及一切财务都是教会的 现在教会安排你 人就开你的运输公司 家属工人 货车 还是全部都是由你来管理安排 营业剩余的款项 你都可以自己支配 存在银行 但是教会要用的时候 能叫你去随时支取 那教会 你所交托给的一切财物 教会来帮你保管使用 教会在交给你保管使用 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 当记得从今以后 你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教会 那另外一个 这个P条写的也差不多 前面都差不多 后面说 最重要的是 你要既定从今以后 你是主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主 或者是为主来做工作 所以你愿意交出 你自己的财产 交出你自己所爱的人 交出你的挚爱 交出你的所有 毫无保留 给主吗 给主的教会吗 那背后 就要看你 你是否真的相信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吗 你是不是相信 耶稣基督 所收去的东西 他会以自己 来代替那些东西 那当然 这里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我们交出出去的东西 主全都又还给我们了 另外一种 我们交给主了 上帝没有再还给我 那我们是不是相信 他所收去的东西 他会用自己来代替 迎接上帝的试验 必定会让我们 经历更多 上帝的预备 我们来最后来看 最后一段经文 15节到第19节 亚伯拉罕献完祭之后 他把自己亲爱的独生子 献上 经受了上帝考验之后 耶和华的死者 就再次跟亚伯拉罕说话 那死者的话 主要有两个要点 那第一点 他肯定了亚伯拉罕的 信心和行动 那其实表面上来看 好像亚伯拉罕 并没有完全地 听上帝的命令 是吗 因为他没有实际地 把以撒当作反击 但本质上来说 亚伯拉罕 已经承受住了考验 因为他愿意实际行动 全然献上自己的挚爱 毫无保留 那第二点是 使者 他说 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 然后包括在17、18节里面 众多的祝福 也就是说 上帝再次地 坚定了亚伯拉罕之约 刚刚讲过 实际上 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和应许 亚伯拉罕的约 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 而是第五次出现 那这第五次的出现 跟前四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第五次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约 就完完全全地坚定了 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 做了完全人 愿意来遵守他的命令 那做完全人 也是第四次立约的时候 上帝所要求的一个条件 所以上帝的祝福 也就随之而来 也就坚定了 那如果我们来看 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特别是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 这里特别强调一个词 叫做子孙或者是后裔 这个是其他前四次的约里面 所没有的 那在原文当中 实际上这里讲到子孙 或者是后裔 都是同一个字 那短短的三节经文 出现了几次 出现了四次对吗 那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其实在这里 也是特别指向耶稣基督 不但是刚刚讲到的 献祭那只三羊 指向耶稣基督 这个后裔也是指向耶稣基督 那后裔这个词 出现的时候都是单数 没有负数 那它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是 亚伯拉罕多数的子孙 所以当讲到你的子孙 要像天上的星星 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 就用的是多数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意思是 指亚伯拉罕一个特定的后裔 所以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一方面这里讲到 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那这里的后裔可以是指多数的 当说得到仇敌的城门的时候 可以指到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把那里的打败那里的仇敌 占领了那里的城池 但是也可以直接指向 亚伯拉罕众多后裔当中的 那一个单一的单数的后裔 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他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上帝所应许的原 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所以保罗在这里 他抓住了后裔这个词 单数的用法 他认定你那一个子孙 也就是后裔 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说到要得到仇敌的城门的时候 不仅仅是指向亚伯拉罕的后代 要攻破迦南地的各个城池 更是预示着耶稣基督要打败真正的仇敌 就是撒旦 那当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同样也提到一个词叫做后裔 讲到女人的后裔 那他要怎么样 他要伤蛇 也就是撒旦的头 所以当说到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透过一个特定的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来祝福万国万邦的 这样一个宏伟的救恩计划 那我们是就是其中的受益人 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样一个好像是短短的经文 好像一个小小的 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事件 忽然间好像在我们面前就展开了 上帝的整个的救恩计划 这个救恩计划是通过亚伯拉罕 经受试验向我们展现出来的 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 亚伯拉罕履行了他的约 所以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众多后裔 亚伯拉罕也成了后人信心的榜样 他的亚伯拉罕一个单一的特定的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就从这一族 就从这一国而出来 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了我们 让新的人同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就成了一个新的国度 而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祝福 也就流向万国万报 所以亚伯拉罕的福跟我们 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在 亚伯拉罕之约的福气之中 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的当中 而且我们要承受 因经得起试验而来的奖赏 那亚伯拉罕第一章第十二节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迎接上帝的试验 为什么要向上帝交出我们的所有 我们的挚爱 毫无保留 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带到了 他的约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考验 那么我们将更多地经历上帝的祝福 得到上帝的肯定 更深地认识救恩的果效 也被上帝所看中 那回到刚刚讲的这个交出去的运动当中 那你觉得交出去的人 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 那他们这场运动之后 他们总结出有三点 三个祝福 也是三个改变 第一个就是地位的改变 那以往呢 都是站在自己的地位上面 所有的思考的出发点 都是从自己来出发 所有的选择都是从自己来出发 现在已经交给教会 已经交给主 所以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决策 都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 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那第二个就是主权的改变 以往主权都是在自己 自己想要怎么样 就可以怎么样 那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你已经交给了教会 所以主权在于教会 教会可以安排你的生活 安排你的生意 还有你的工作 第三个就是内心的改变 那以往呢 他的财务 他的经营都在这个世界 那心就在世界 就追求世界上的事 现在财务都交给了教会 他的心也就到教会当中 关心教会的事 追求天上的事 他们呢 就向世界史 然后向主活 所以完全交出来 实现了他们对内心 最现实 也是最深刻的 这样的一个对付 所以尽管他们 还是做自己的工作 还经营自己的事业 与自己的太太配偶 一起生活 但是他们对主的 敬畏 伟生 投入 态度 都发生了 颠覆性的 这样的一个翻转 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 第十九节说 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十八去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十八 所以当他献完记 回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 还是那个亚伯拉罕 以撒 还是那个以撒 仆人 还是那两个仆人 人 还是那个人 山 还是那座山 驴 还是那头驴 路 还是 那条路 还是那条路 那你觉得 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像 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 是吗 你们觉得 他在他生命当中 他的地位 他对上帝的主权 他的内心 是不是发生了 极大的翻转 那这也提醒我们思考 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是在去试验的路上 还是在试验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试验后的 会拔是拔的 别是拔的路上 那你愿意承受 经历试验而来的祝福吗 你愿意被神来翻转吗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上帝的试验是必然的 那可能这个试验会让我们不舒服 会让我们难受 会让我们挣扎 甚至让我们内心产生撕裂 但最好的知识不是去逃避 而是去迎接 为什么 因为试验可以让我们 更好地经历上帝的心意 更多地经历上帝的预备 更大的承受神的祝福 所以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来 迎接上帝的试验 同时期待 上帝将如何通过对你的试验 让你的信仰 进入一个难以置信的 一个新的境界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主耶稣试验 是你手中来讨造我们的工具 为了我们更加地存全 更加完全地来爱你 没有保留地来爱你 就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通过试验来写明我的内心如何 并带领我进入对你 更大 更全 和更美的信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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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